1月28日,由月文集团与湖南卫视共同举办的《月文超级IP风云盛典》 继第三届中国原创文学风云榜盛典将在湖南卫视播出 届时,备受期待的2017年度,中国原创文学风云榜将中棒发布 更有众多网文作家、泛娱乐业界大咖以及李雨春、杨阳、王源等多位知名艺人到场助阵 在当天的晚会上,更是会揭秘到场网文作家唐家三少收入第一的真正原因 唐家三少以1.1亿的板税,位居作家富豪榜第一 板税过亿的他,颜值也是相当高,1米9的身高和英俊的长相 简直就是小说里的霸道总裁 难怪盛典主持人何琼见到他的第一句话就是 现在作家也要长这么高吗? 在和主持人分享自己多年创作心得时 唐家三少非常自豪地说 他的稿费收入在全世界的作家中排名也是前十 这代表着13年来,中国网络文学的进步和变化 我非常骄傲 作为2017年网络作家收入第一的网络文学作家 唐家三少自己在晚会上透露 拿下这个第一的真正原因 am dash,am dash 96个月5000多天从不停更 我要让我的读者每天都看到我 在很多读者心中 我就像早上洗床后的那杯水 喝不到就别扭现场粉丝这样形容他 三少不是最有才华的 也不是写的最好的 但确实是最勤奋的 如同娱乐圈的 华仔96个月 5000天从不停更 几乎很少有作家能够做到这一点 而唐家三少为了写作 不停更给自己的要求 常人难以想象 洞房花竹夜 送完客人 老婆休息了他还在写生肖守护神当天的更新 女儿出生老婆待产那天 他依然更新着斗罗大陆 生日当天高烧45度 依然坚持更新天珠变 他的好友情感作家陆奇则说 每次作家们一起出去玩 高铁上 大家都在聊天 唐家三少却拿出电脑开始写作 这份高产和勤勉的背后 一方面是唐家三少对写作的热爱和坚持 另外一方面是他的太太对他的爱和支持 作为唐家三少的头号粉丝 他的太太现场还送给了唐家三少一番特别的礼物 让这个一米九几的男人热泪盈眶 究竟是怎样的礼物 不仅改动了唐家三少 也让现场观众悄悄落泪